我们常说航航出状元 今天在台中有一场调酒大赛 就吸引了中国地区的各路好手参加 参赛的学生使出了浑身解数 花招百出 希望能够对未来成绩能够有好的发展 每一个动作看来惊险 在观众的惊呼声中 参加调酒比赛的选手们挖空心思 创新花招 就是要吸引评审和观众的目光 最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花式调酒 这场在台中县后里麻长举办的 台中县调酒大赛 吸引中部各地的调酒高手来参加 其中这位李同学 只要有调酒比赛一定不错过 去年是南投花卫调酒比赛的亚军 学调酒让他找到人生的目标 也是升大学的加班力气 虽然说是累 可是很充实 每天都过很充实 让自己能够很完整的找到一个目标 推增的话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加很多分的 得奖也是给自己一个肯定 而这位去年从宏光科大毕业的朱小姐 是上一届台中县调酒冠军 在求职找工作上 调酒的专长让他找工作比别人更容易 像我们开店的话 他就一定至少要有调酒的秉级 像找工作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我的经验会比较丰富 有些人可能连一些酒都没停过 可是我一看我马上就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只要有专长一样可以开创出自己的人生 调酒不再是一般人观念中玩票性质的语心活动 也提供年轻人表现自我展现创意 甚至是求职求学的利器 记者王强来世杰台中报道